Y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比較特別的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呢是 世紀帝國版大逃殺版本 因為以前大逃殺遊戲 很蠻流行的嘛 所以世紀帝國其實也有出這個大逃殺的模式 那我就來稍微來講解一下這一場的遊戲 那這場遊戲裡面我是有參與在裡面的 那稍微解釋一下 這場比賽是在前幾天的委恩直播裡 委恩跟阿神還有這個冠冠 冠冠是這個橘色 G-U-A-N 那我這個是紫色 我們一起玩 那其他人呢就是委恩那邊的觀眾 那這場比賽 因為我的視角可能會比較好來解說 所以我們就來主要來看我 好 那我們先來看到 一開始大家都會有這兩隻單位 這個兇王阿提拉跟哥德仁 這個亞拉比克 這兩個單位 那一開始呢可以先把這個刺頭 就是不算刺頭 單位喔先打掉這個白色的建築物的駐守軍隊喔 打贏之後呢這些料望塔 這個軍營阿馬舅都會變成你的 那這場遊戲我是選擇了隨機喔 所以我這邊選擇是印度斯坦了 那馬舅裡面呢就可以直接生產這個帝王駱駝 相當方便 那如果你要產生資源的話 就是需要去拿到這個貿易工坊 才會有這個資源跑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喔 只要有這個貿易工坊之後 所有資源都會一直往上跳 那這個遊戲的重點呢 就是要趕快把自己的兵喔 往外派喔 然後盡可能的多沾點這個貿易工坊 或是這個馬舅阿射箭牆 產出的更多兵喔 去對應不同的狀況 所以一開始喔 要盡可能的 趕快把兵往外派 然後能 綠毒多少 就綠毒多少 盡可能的去跟對方交換 會比較好一點 那目前看到青色還蠻聰明的 他是分兩個隊去找 找這個路的喔 但是他在有一個缺點喔 他用兩隊去探路的話 就會有一個問題喔 很容易打不贏守軍喔 甚至守軍打贏的速度特別慢 所以我一開始的策略喔 是直接有兩隻這個 單位去找 找 那如果遇到很多人已經看在屯兵啊 之類的喔 像這種正面情況喔 那我就不會選擇硬導 這邊是我沒有空好 我這邊看到的時候 已經死了一隻帝王駱駝了 然後就趕快拉走 然後後方這邊呢 有這個射箭場 像印度斯坦很厲害是什麼 射箭場的這個火槍兵嘛 因為這個模式呢 是直接給你後帝王所有科技的 所以你想得到這個文明 有什麼很強大的東西喔 就盡管就按就好了 因為這個圈呢 就跟大逃殺一樣喔 就會一直縮圈喔 這個暗暗地方喔 只要單位一到這個地方 就會死掉喔 血量會直接扣到0喔 所以是 需要去跟時間做賽跑的 那一開始會建議就是 探望喔 這個角落 各種去找一下 看有沒有 貿易工坊啊 或射箭場 可以升兵的 好 那一開始我就 佔到了蠻多的東西 一共有 123 45 5個這個貿易工坊 好 那前期呢 如果撞到對手的話 盡可能 不要去跟對方對打 趕快 囤兵囤起來 因為我們的目標呢 是要去 往中心點喔 因為這個說圈都是 往中心點在說的 盡可能 不要去跟對方做 碰撞會比較好 那等你有一定的實力之後呢 就可以嘗試喔 去突圍上方 這些的單位喔 那現在這個單位 都改成這個百夫長了 這個也是有改本了 而且這個白色兵 也變成帝國軍團兵喔 這個大逃殺 居然也有在改版喔 有點讓我 大吃一驚的感覺 好 這邊我這邊嘗試 上高地做一個對打 帝王駱駝 數量還不夠多 這邊前面送了一波兵 對方橘色 這個黃色也是想要過來 爭奪一下中間這一塊領地 然後我這邊還在 持續暴兵中 由於我的資源有點過多 露點 太少黃金也是喔 木頭有點爆了 所以等 所以等一下我會再買賣衣服 就跟一般的玩法一樣 哪邊資源多 就去換一下資源就可以了 那你這邊開始慢慢打上去之後呢 可以拿到一棟城堡 還有這個馬舅 就可以產生這個巨型投資機 做使用 就會比較快一點 那這把好像是 因為大家可能是第一次玩 所以不熟悉喔 維恩也沒有來我這邊搶我的領地 這時候 這時候我就有點納悶 奇怪怎麼沒有人來 來擋這個領地的部分 那我就一個人 就往上直接衝 我也沒先去打其他玩家 當然你開局 也要去打其他玩家也是可以的 因為打你其他玩家 代表你可以吞併他的領地 產生更多資源 但是同時 你也是需要耗費大量軍力 還有這個資源 去做交換才可以的 好 那這邊你看 慢慢拿下來之後 旁邊的這個火炮都變成我的 好 好 那下方這邊也有敵人 這個是灰色大隊獎的兵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的兵 在這個地方 開始防守了起來 然後後方呢 這些單位 就全部往這邊做一個集結點就好 盡可能把兵往前送 因為後面的圈一直在縮 我們在跟時間賽跑 那要早點喔 上這個高地就可以了 那資源就是趕快一直去造這個兵 好 那我們就來看到其他了 那其他呢 目前狀況呢 小炮灰的藍色的兵蠻多的 而且他這邊嘗試要先來佔領中間的領地喔 算是一個蠻早期就上去了 但是如果像我這樣子 一起來喔 就馬上就佔領的話 然後旁邊又是敵人的情況 這時候就要趕快 鏡鏡頭死機喔 趕快去拆對方的城堡 城堡拆掉之後 才有可能打得贏他這些部隊的喔 這邊其實也不用擠喔 這邊打法就跟一般的正規打法一樣 巨頭開拆 後面兵守在後面 火槍也是喔 全部防守起來就好 這裡千萬不能照鏡 一照鏡就很容易出事 後方有一些人在稍微打鬥阿神 這邊打得非常的兇狠 直接硬打了橘色罐罐 原來他們在內耗啊 兩位創世神的Youtuber 直接打得起來 這邊由阿神拿下這塊領地 有可能是阿神他沒有任何一塊地喔 他一定要趕快打出最後一波 然後趕快去拿下領地喔 不然阿神有再多資源喔 也沒有用 雖然他現在也沒什麼資源就是了 有資源之後阿神就可以趕快造出遊俠 來生產單位 我這邊拿到城堡之後 產兩台巨型頭死機之後 開始出古拉姆 古拉姆先上去看一下 有沒有人在那邊偷拿這個建築物之類的 上去看了一下發現是藍色拿下來的 那我這邊順利把城堡打下之後呢 我就有打算先把右邊拿下來 對岸不是我的首要重點 那目前 右邊這邊也在做一個打鬥 博冠地也要常佔離這一波的城堡 那維恩這邊一直在這裡狗喔 可能是綠色是乾爹的關係喔 所以有點在偷偷放水吧 以維恩這個實力應該是 直接印上是沒問題喔 秀個操作 應該是待救補的 那我想看到維恩一直在這邊繞 沒有想要來攻打的意思 好那綠色直接再上去 沾到了高地 好拿下城堡之後 我們就可以繼續擴張出去了 那這時候我們資源其實蠻多的 那木頭點多的話可以稍微買賣一下 這個貿易工坊也可以做買賣的 好那阿神這邊也是稍微做了一個買賣 想要出更多的肉碼 還有這個油翔 那這個後面建築物被淹過去就消失了 好那到了高地這個階段呢 就是先行屯兵喔 盡可能的不要去跟對方交換單位會比較好 那你一交換很容易就很容易換輸喔 單位越來越少就越不可能贏喔 所以在工程時候要特別小心喔 自己的單位喔不能損失太多 盡可能保留實力喔 所以就是孫子兵法的一個其中 用戰法喔 盡可能的避免跟對方衝突 如果要衝突的話 要先攻擊他最軟的地方 那綠色這邊最軟的地方 就是這根城堡 我現在可以盡情的攻擊 他沒有巨頭可以反制 如果他一上來的話 我後面的兵就補上喔 趕快去後面壓回去喔 就是這樣子 要盡可能把自己優勢拿到最好的時候再攻打 然後看到城堡掉了之後 我就把所有兵往右派了過去 往右派了過去之後 先把他的地拿下來 火炮塔還有這個工程機造所 射箭場都拿下來 那這邊我就可以生產投石車了 還有這個衝撤 那我最想用的是這個射箭場 因為射箭場的話 可以製造火槍喔 印度的火創 我趕快多按一點 會比較好 印度火創非常好用 那這個有工程機製造所之後 就可以點出自己的火炮 有火炮的話 對付對方的巨型投石機也是相當好用 好我們來看一下上方喔 上方這邊罐罐直接用了一些大象 沿過去了相公這邊 這邊打架打得還不錯 罐罐的意識非常好 他有一定的觀念喔 木頭跟肉跟熟都用得蠻極限的 好那這時候我在中間 偷偷在拆這個藍方的城堡 然後偷偷往中間打 但中間這個地方是藍色的 我不太敢直接過去喔 不想損失太多兵力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盡可能保留自己的實力就好了 千萬不要去跟別人起衝突 好 自己實力慢慢累加起來 火炮一直在出 先看到上方兩邊再互相打得拿去 但是這時候罐罐卻已經打贏了藍色 小炮灰居然在上方成為一方霸主之後 被罐罐給打了回去 好這時候我把中間城堡拆掉之後 發現上面的打到突然沒有聲音了 稍微看了一下 大象跟牆有點多 我發現我的弱駝可能會有點危險 先撤退一下 繼續往右邊打 盡可能把這個領地再擴張下來 那這是我的策略 那我也按了幾隻老頭 可以來幫這個駱駝來補血 雖然沒有空好 直接被撤死了 好 那這時候綠色的兵其實也不多 好 這剩下最後一坨的遊俠部隊了 那維恩在下方喔 狗刀自己的這個射箭場 馬舟全部爆掉之後才把這個兵拉走 才終於想要出來出關了 所以維恩他其實是有一定的概念喔 只是他可能身邊都是乾爹喔 不太敢正面衝突喔 因為其實這個遊戲算是偏娛樂的 所以我能理解喔 大家玩得開心就好 但這場比賽我有點 有點算是認真阿 就是大概招這麼玩喔 然後就 因為我那時候只玩個一兩次了 就大概招要戰地了 然後趕快升兵這樣子 好 這邊我就看到 欸 城堡掉了 我就趕快把兵古拉姆派過去喔 把剩下的殘兵給打掉 那這邊射箭場呢 跟修道魚又變成我的 上方向這四個高地的地方 都是我的領地喔 那我這邊一致排開喔 盡可能的把自己的兵 不要只處於一個地方喔 原來這些地方 只要沒兵的話 對手一衝過來 就可以直接戰賽阿 如果要站下來的話 我就會很妥疼喔 好 維恩在後方 這邊一直繞 他這邊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情 公關這邊也是累積實力 但是灰色 這個大隊長 居然繞了一圈之後 繞到了左邊 把左邊的城堡給搶了下來 公關則是在中間 繼續累積自己的實力 這個也是 身之戰法的人喔 都會這樣子喔 先累積自己的戰力喔 好 好 左邊我看到大隊長 這個活兵 劍兵勇士有點多 古拉姆上去只會送掉喔 我沒有想要打 結果綠色直接上來 衝鋒掉了 唯一台巨型投石機 我的印度斯坦 大洛馬 不是大洛馬 這個帝王駱駝 看到遊俠 肯定是會上去追的喔 反正沒有強弩的話 我只要硬追 我也不會損失太多 但我這邊是 其實最主要的 心力喔 是想要攻下 罐罐子城堡 還有巨型投石機 火砲 這個巨頭 所以我拉了4台火砲直接上去 硬砸 砸掉了他的兩台巨型投石機 這樣他就不能高打低 打我巨型投石機了 但這個時候 其實已經有點危險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邊喔 來 稍微站起來一下 這個時候其實大家 阿神啊 還有維恩 兵已經不能再造了 所以他們一定要 孤注意事喔 把我給滅掉才行喔 但是這邊維恩 他也是想要 呃 跟大家一起包夾我 這個就是包圍王 其實他們的關鍵是正確的 是要包圍我 沒錯 但是帝王駱駱實在是太強了 好 這邊畫面繼續看喔 這邊帝王駱駱 即使他有想要上來 可以其實硬拆這些火砲 所以火砲我先趕快拉走 好 但我火砲臨死之前 也是喔 想要先繼續打正面的大象 因為這個大象 其實有點扛不太住喔 駱駱很 有點扛不太住大象的威力 好 那火砲這邊就繼續打後方的強奴 盡可能去交換對方的遠程單位喔 火砲就是用在這種時候的 好 那這邊單位全包之後 這些小龍太前方喔 直接被淹了過去 火砲在右邊也是跟我的帝王駱駱 做一個交戰喔 其實我根本沒有空去空 空左右兩邊喔 我應該可能 直接被我的這個帝王駱駱給包掉了 所以損失了所有的戰力 那綠聖的玩家呢 也是損失殘舟 只剩下一點單位了 好 那我這邊看到只剩下這個 你看這個 碰到這邊邊角角 單位會直接蒸發掉了 這個我沒有空好 那時候我在看到底還有誰 看到還有灰色 灰色這坨冰 確實有點多 但是他這個組成 其實我上去硬打 加上火砲後面包夾 直接砸了一波 砸掉非常多的單位喔 躺在這個地方 火砲在後期的一個控制力 載制力是非常好的 只要盡可能把這個火砲控好 要打贏不是問題 好 那這邊灰色掉了之後 剩下維恩 紅色 一點點的兵 狗到第二名喔 哇 這個打頭殺玩法 大致上就是這個玩法 就是盡可能要保留自己的兵力 盡可能不要跟對方打衝突 當然有些玩家的打法會比較激進 會一直去用這個少量的兵 去試探他的防守地帶有沒有兵 只要一沒有兵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躲下來 所以不能打空城技 空城技是很危險的 那我覺得這次很有幸 可以跟維恩還有阿神還有冠冠 這三位超厲害的Youtuber 一起玩這個斯基帝國大跑賽 那如果大家有對這個 這個模式有興趣的話 也不妨可以試試看喔 這個模式呢 自己開的時候就可以了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得 Whilst 得了 個 holes medida 不見 除人 臺